米支電變吹命符,喪家租逼絕搬 在銅鑼灣做了44年的印尼餐廳1968 因為兩年前拿了車他人美食區界 被業主瘋狂加租,最終頂不住 搬去中環月租二十多萬的樓上鋪 來到這邊就不同了 很多本地的辦公室都會來 米支電昨日公佈新一年的升級食市 印尼餐廳1968再次獲車他人美食推介 他最希望業主不要乘乘機嫁租 而連續兩年成為車他人美食推介的好旺角面家 業主亦因為見他生意好就嫁租 結果當然捱不住要搬去花園街 每天要賣一千多碗雲吞麵 才給得起二十萬月租 其實香港出名舖租櫃 現在是銅鑼灣的亞洲家族 和灣仔的長機飯店同樣拿到車他人美食推介 但未等到放榜就接買了 亞洲家族出名吃海南雞飯 很多傳媒和網民都推介過 不過近日收到食客投訴他跌溫 逐約期未到已經倒閉 業主收回店舖之後 食客由月租十二萬升到十八萬 其實最令食客擔心的是 米芝連這個銘銜 會成為平民食市的催命貨 希望他不要拿到息 就給人家兩倍租 加租指南斜太人的死亡筆記 如果細鋪真是陸陸續續被趕著 難道到最後 真是只可以光顧沒有特色的連鎖點? 這場的答案 身體擔心 也能遲弄 stain 也能遲弄 很多譜為 還要遲弄 活動 所以 還要遲弄